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片中的他也不例外 头发很短 而且那个时候的董青 看上去脸肉嘟嘟的 似乎还有点婴儿肥的感觉 脱着下巴的董青看向远方 感觉他的眼神很纯净 一看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 进入央视以后的董青 虽然还是短发 但现在他的短发和以前给人的感觉不一样 现在董青头发差不多要到脖子周围 看上去 会让他显得更加有气场 而且现在董青的脸没有婴儿肥了 脸形也很有弧线 一看就是标准的组织人脸 再加上五官也比以前力挺了很多 仿佛和之前判若两人 不过 他给人的知性温柔的气质 却是一直都在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长在上海的原因 董青总会给人一种很温柔的感觉 从眼神到五官再到表情 都显得他非常温柔 很有那种江南水乡女子的温娃感 虽然现在董青很少出现在屏幕上主持节目 但观众们还是希望 以后能有机会再次看到他在电视上的风采 我会再次看到他在电视上的风采